第761章翻译在娜娜 22 张探进屋时 就看到小白坐在沙发上 晃啊晃脚丫子 秦慧芳蹲在他面前 给他包蜜汁吃 和他说话 伺候的珍舟道啊 张探坐到一旁 问 大伯不在家吗 秦慧芳刚包了一颗蜜汁 送到小白嘴边 联系地说 小白都瘦了 然后才回答张探的话 忙工作去了 他没有休息日的概念 又拿了一颗蜜汁 准备包给小白吃 张探说 大娘不用这样 小白要是想吃 就自己会吃的 又不是三岁小孩 秦慧芳旁腐没听到 继续一边和小白说话 一边包蜜汁 小白抬头看了看张探 呲牙笑 这个小家伙哪里瘦了 明明是胖了 前几天刚给他过了秤 体重重了 现在他过得 可比以前好太多了 以前被关在出租屋里 就吃些包子馒头 和早上就做好的面条 瘦瘦小小黑黑的 尖尖的下巴 也窝凹进去 像个野孩子 想到这里 张探一阵心疼 拿起一颗蜜汁包了 说 我来吧 大娘你忙去 我和小白聊聊天 秦慧芳说 就是不离开 张探 该做午饭了吧 秦慧芳 让小雪做 小雪做得能吃到是能吃 就是味道不怎么样 小白能吃得惯吗 秦慧芳想了想 也是 起身去做饭 他刚走 门外就进来了张明雪 张明雪站在门口 冷冷地看住张探 一言不发 好像要拔刀 这是什么表情 张探有点心虚 刚才说的话 不会被他听到了吧 张明雪恨恨地说 我做的饭菜 就只是能吃而已 不好吃 不好吃 你那天吃了三碗 三碗不过港 你是要打老虎吗 啊 张探哑口无言 看向小白 小白连忙撇清关系 看我住傻子嘛 不是我缩的熬 我傻子都莫有缩 张探无语 硬住头皮 对张明雪说 你搞错了吧 我没那个意思啊 别这样 快做快做 荔枝给你吃它 把茶几上的一篮子荔枝 全部端到张明雪那边 小白的小手 刚要抓一颗 抓了个空 张探说 给姑姑吃 我们不吃了 小白食大体 说 那小朋友不吃了 张明雪没好气地说 这本来就是我买的张探 啊我去厨房看看 帮帮忙顿了 小白见状 慢了半拍 赶紧跳下沙发 拍拍小手说 小雨郎更没来呢 我去看看她 说去看王小雨 却是往厨房钻 午饭是张探和秦桧方 联手做的 张明雪虽然不用做饭 但是她被要求招待小白 和小白坐在客厅 相顾无言 小白一边看动画片 一边吃里吃 张明雪走完手机 就这么熬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张会不回来吃饭 被秦桧方一顿埋怨 她今天叫张探过来 其实主要是为了看看小白 上次不是没来城吗 说是去送舅妈 其次也确实有点事情 要跟张探说 这是说起来还有点复杂 涉及到文化宣传这块 讲好华夏故事 不仅要在内地讲好 而且要在港澳台讲好 首当其冲的就是湘江 湘江目前的形势 就是要在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 全方位加强家国教育 为此在文化宣传这一块 政府主导加强交流 其中就包括在影视方面 助力加强与湘江那边的电视台合作 也就是建立渠道 帮助这些电视台和影视公司 购买内地的一些影视版权 浦江市前沿文化重镇 影视产业发达 去年更是涌现出多部爆款 所以这项工作 落在了浦江市委宣传部 秦惠芳主抓 张探的长安十二时辰 毫无意外地被选中 而且是湘江那边的电视台 指明要的 过几天就会有那边电视台的人 来和你谈版权的事情 秦惠芳说道 小白听得似懂非懂 忙着吃饭 他的小碗里饭菜永远吃不完 堆得老高 秦惠芳不断给他加菜 太多劳 太多劳 给的实在太多劳 我要撑死劳 小白有心无力 充满了挫折感 吃了这么久 这么辛苦 却发现小碗里的饭菜 好像没少适的 吃一点又长一点 他吃了个寂寞嘛 秦惠芳说 好好 我不加了张探问 那这意思是 白送版权 秦惠芳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只是撮合 给你们牵线搭桥 具体的细则你们自己谈 按照市场规则办 张探明白了 这意思是在办成的前提下 尽量按照市场规则来办 但其实还是会吃亏 因为对方捏准了 他们必须谈成这一点 所以肯定尽量压价 好 明白了 我这里也有个事情 叫张探把 我不是要神的事情 讲了一遍 秦惠芳感叹的同时 思考了一会儿才回答 你的这个案子 没有普世性 从电影角度考虑 我建议你剧本里 不要这样写 否则有可能被人攻击 说钻法律的空子 甚至是宣扬走私 秦惠芳的一番话 让张探毛色顿开 回去后 他就把 我不是要神的剧本结尾改了 写完后 发给了郑有名 接下来他该为这部剧寻找投资 和影视公司 不过在这之前 湘江电视台的人找来了 正是秦惠芳所说的事情 联络人是市委宣传部的一名工作人员 他会全程参与 负责沟通联络工作 对方明天上午就到浦江 当天下午就想和您见面 张总 您看时间可以吗 工作人员在电话里问道 张探自无不可 实际上 长安十二时辰电视剧的版权 主要是在浦江电视台的手中 张探有一部分 但只是少数 多数属于制片厂 所以如果湘江电视台 想引进这部剧 应该适合浦江电影制片厂谈 不过 对方不仅想要引进这部电视剧 而且想要购买小说在湘江和东南亚的改编版权 这个版权在张探手里 所以必须跟张探谈 浦江电影制片厂 便把这事全权交给了张探牵头负责 地点您有要求吗 工作人员又问 张探想了下说 就到西长安街的四季酒店吧 他们可以住在那里 这样我们都方便工作人员说 好 那我就安排到四季酒店张探一货道 你安排 你们还包他们食宿啊 工作人员 呵呵 不理很重视张探没再说什么 工作人员最后叮嘱说 到时候带一个英语翻译 还有老外 老外倒是没有 但是我听说他们这次过来的负责人 喜欢讲英语 可能需要用到翻译 最好还是带上比较好 张探没把这事放心上 第二天按照约定的时间点 来到四季酒店 也就是谭景儿所在的酒店 同行的还有新小光 哥 我不是很懂这些啊 倒在去的路上 新小光坠坠不安 张探安慰道 不需要你干嘛 你跟住去就行了 简而言之 新小光就是去撑场子的 如果就张探一个人去 问题不大 该懂的他都懂 但是显得势单力薄 谈判的气势就弱了许多 同时张探深刻意识到 影视工作室人才力量太弱了 人倒用十方恨少 比如这次只能拉上新小光滥鱼冲数 浦江电影制片厂那边派了法务 财务和公关人员过来 但是十几分钟前打电话来说他们的车和别人发生了寡蹭 又遇上堵车 不能按时赶过来 要迟到十几分钟 张探和新小光来到四季酒店时 宣传部的工作人员叫小野的年轻人在门口等住 见到他们到了 迎上来说 他们一行四人已经到了 我带你们去张探看着他笑道 等会儿谈事情的时候你会在场吧 小野小野说 事情主要是你们双方谈 我不会在现场 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叫我 我在门外后住张探笑道 你到门外后住多不好啊 都是自己人 谈事情的时候你一并进来 就跟我们做一起 小野文言大为感动 觉得张总真体贴人 这么有名气 背景关系这么强大 却毫无架子 新小光眼神怪怪的 他听出来了 张老板这哪是什么平易近人啊 这明显是在拉撞钉 把人家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拉进自己的队伍重数 这位是翻译吗 小野笑着和新小光认识 新小光不知道他怎么变成翻译了 他只会几句日语 英语只会好嘟又嘟 他是法务 张探介绍道 新小光突然感觉牙有点疼 他法务个鬼 他法务 他根本不懂法 他只知道不能犯法 是不是啊小光 你牙怎么了 新小光 呵呵 没事没事 牙龈有点发言张探 那没事 忍一忍就过去了 走吧 今天要麻烦你们了 小野跟在他身边再次提醒 张总 翻译 还缺一个翻译 张探说 你不说没老外吗 干嘛还要翻译小野苦笑 心想上次不是说过了吗 他们那边的负责人说英语 不会说中文 张探想了想 正好看到远处谭景儿 在往这边看 笑着说 翻译我找了 诺 就在那 等我一下 我去把翻译请过来 第762章小翻译 12 谭景儿正和小颜站一起 看起来像是在迎宾 但其实在小声聊天 主要是小颜在巴拉巴拉 跟谭景儿说远处的张探 小颜也认识张探 见过几次 张探甚至有几次带小白 到酒店里获喜而玩 在这里吃饭什么的 他知道张探是个有钱人 后来更是在电视上见过他 才知道原来是大编剧 他追过的好几部剧 竟然都是他写的 为此他抓住谭景儿 好好拷问了一番 惩罚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都不告诉他张老板的身份 是不是怕他抢走了 小颜空窗好久了 随着单身越久 他越发烦躁 最近经常向谭景儿感叹 他可能不会爱了 他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 谭景儿没放心上 小颜经常这样 喜欢把心里的负面情绪放大 拿到眼前仔细端详 然后得出自己有病的结论 如果谭景儿也这样的话 他就不是有病这么简单 而是癌症晚期 他心里藏的事情那么多 哪一件拿出来 都足够别人心烦意造了 张老板看到我了 小颜见到张探往这边看 有点小激动 想到今天自己化了精致的妆容 信心满满 下意识地挺了挺胸 看得一旁的谭景儿满脸嫌弃 不要用这样眼神瞄我 你是极度我比你大吧 小颜目不斜视 但是却有特异功能 那就能够察觉到周围同性的极度之光 谭景儿若有若无地哼了一声 虽然声音很小很小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还是被小颜听到了 他惊讶地转过头 盯着他问 你竟然哼我 景儿 你竟然哼我 谭景儿没想到他反应这么大 知道他心里脆弱 但没想到这么脆弱 其实我没哼你 你听错了小颜惊讶道 你放心 我心里很坚强 我不是承受不了你的哼哼 我是惊讶 你竟然为了张老板哼我 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你举目无亲的时候 是我给了你温暖的抱抱 谭景儿有点羞涩 见张探往这边来了 连忙小声说 别乱说话了 张老板过来了 小颜看了 一眼正在过来的张探 冷哼道 是帅哥鸭 我不跟你抢谭景儿无语 迎上张探问 您好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张探争了争 这么正式客套啊 有啊 他说 你现在有空吗 请你帮个忙 好的 谭景儿说 让身边的小颜 跟张探去 他现在的岗位变了 主要是负责接待重要客人 他有心帮张探 但是现在手上有事情 张老板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啊 小颜说话甜腻腻的 被谭景儿瞪了一眼 张探笑住夸了一句 小颜今天的眉毛画得很好看 唇膏的颜色也很搭配 把小颜说得喜笑颜开 觉得张老板可能不是景儿的 是大家的 见者有份 可是 张探下一句话 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从头浇到尾锥骨 冷透了 景儿没空吗 我想请你帮忙 男人啊 小颜瞬间把张探 打入到了泥土里 我有接待呢 谭景儿说 这样啊 那你忙吧 张探失望地离开 谭景儿内疚地说了声对不起 小颜过来了 诧异地问张探 张总 谭小姐就是您找的翻译吗 张探 你们认识 小颜说 谭小姐是酒店负责 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张探 回头看向谭景儿 不到十分钟 一行人来到酒店的会客室 小也开门 当先进入 给室内的四人介绍张探 新小光景随张探而入 烂于充数 牛逼哄哄的样子 虽然他什么都不懂 但他骄傲啊 反正不用他回答什么 所以听张探的话 使劲造吧 他之前向谭景儿笑着自我介绍 说自己是个小小的法务 然后被张探对了一顿 说他怂 这不仅让新小光 不得不为自己假冒的法务身份 无比骄傲 而且也让谭景儿 这个小小的翻译 不得不打起精神 他可不是新小光那种 真的小假冒 他是真的翻译 但只是个小翻译 有些怯场 谭景儿最后一个进入 顺手轻轻把门关上 他心情沉重 坠坠不安 无比的后悔 不明白自己哪根弦短路了 竟然莫名其妙 答应了张老板做他的翻译 他自学英语快两年了 确实很有成果 但是这么重大的谈判场合 他从没经历过 担心把张探的事情搞砸 给他丢脸 他坠坠不安地坐在了沙发上 这种高规格接待他 这一年里接触了不少 也参与了不少 但这是第一次可以落座的 以前他忙前忙后 负责组织协调 不像现在 是作为当事人之一 同时 他心里涌现出好奇 紧张地期待起张探 要怎么和客人谈判的 他悄悄打亮了一眼 对面的四位客人 尽管之前工作需要 他已经见过了 但现在立场不一样嘛 打亮的更为仔细 对面四个人 三男一女 男的一位是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戴着金丝边眼镜 皮肤白皙 保养得很好 一看就是长期养尊处优的人 这是领头的 谈锦儿想起对方的名字 叫陈尔东 还有个英文名字 叫杰敏 他身边的几人 都是称呼他杰敏 另外两个男的 一个是老头子 一个是三十多岁的青年 最后那位女士 大概三十岁左右的少妇 有个好听的名字 叫齐刘光 人如其名 长得十分艳丽 这时候 他注意到 小野正在给双方做介绍 刚介绍完了新小光 正好到他这里 他的一颗 坠坠不安的心 又提了起来 这位是张总的翻译 美女齐刘光 诧异地问道 这不是谭小姐吗 酒店的工作人员 小野这小伙子有极致 说道 谭小姐确是酒店的工作人员 但她更是张总的好朋友 所谓一事不发二主 这次就拜托他了张探用 你有前途的眼神 看了看小野 激化道 我原本没想到需要用到翻译 我看都是中国人 同文同音 但没想到陈先生口吐英语 好在谭小姐愿意帮忙 说到这里 她转向谭 锦儿 郑重地说 真是不好意思 锦儿 这次让你临时客串翻译 耽误你的工作了 谭锦儿没想到张探会在这种场合 这么正式地向她说这话 小姑娘连忙说 不要紧 不耽误 然而张探肯定地说 怎么会不耽误呢 肯定会耽误你的工作 事后我会补偿你的谭锦儿一听 想说不用不用 但是张探很强势地看了她一眼 便不再关注她 和对面的客人聊了起来 谭锦儿心里惶惶的 张老板这是要闹哪样啊 同时第一次感受到 正式场合里 张老板原来这么严谨 陈尔东 也就是杰米 用不那么顺的普通话 稍微解释了一句 他的中文不大好 所以接下来用英语交流 张探不至可否 第763章小胖兔22 谈判就是个不断试探 对方底线的过程 张探和对方 都没想第一天就把事情谈好 双方初步接触后 没谈拢 散了 这时候 普江电影制片厂的那些人才 姗姗道来 张老师 对不起 对不起我们的车在路上 对方一行五人说话的是 公关部门的人员 他同时是翻译 见到张探 他们不断道歉 询问谈判怎么样了 得知今天的谈判已经结束 再次道歉 张探摆摆手 懒得和他们多说 今天没他们在 他不也谈得挺好 明天再来吧 今天散了 他往外走 新小光紧紧跟上 张探告诉他 明天他可以不用来了 这个烂鱼充数的 不能一直充数 真到了需要的时候 是要审合同的 谈锦儿目送张探离开 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继续上班 脑海里不断回想 刚才张探和人谈判的情景 工作起来的张老板 真的和平时截然不同 平时他那么的平易近人 但刚才好严肃啊 他掉班了 晚上八点就下班 这个点接喜儿太早 喜儿还会不高兴 晚上和小白他们一起玩 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所以谈锦儿回到家里 看了惠儿书 到九点半才出门 喜儿正在堆积木 堆了又倒 倒了又堆 还阿贴笑个不停 他虽然乖 但是好动 堆积木没有天分 成成和小米堆得很好 罗子康堆得也很好 刘刘和嘟嘟这两个导弹鬼 在旁边伺机导弹 谈锦儿站在门外走廊里 看了惠儿 似有所感 看向二号楼 二号楼和往前不一样 一楼到三楼都亮主灯 灯火通明 他看到张探站在台阶 扫他招手 喊他过去 小红马工作室里 还有人在工作 不过不是漫画室的人 而是影视公司的 张玲和许淑飞 还有一位青年 个头不算高 一米七左右 但是长得很帅 谈锦儿见过张玲和许淑飞 这两人偶尔来小红马这边 汇报工作 有时候会遇到 至于另一位 他不认识 张探给他介绍 这是许健 许健是张探的老熟人 当初刚进浦江电影制片场时 两人便认识了 许健不是他和江戎 同一批次的 是上一批次 进场稍早一些 当初张探的一部作品 是竞争漫画燃灯者的改编权 和他一同竞争的 就有许健 后来两人又一同竞争 浦江电视台的台庆动画 许健再次败北 张探凭借倒霉熊中标 虽然许健败北 但是后来张探要去做新项目时 推荐了他当倒霉熊系列动画的责编 许健在倒霉熊项目上尽心尽力 把这个动画项目 打造为现象级的国产动画 两年来一直在做这个 他自敢事业到了瓶颈 想要换个环境 恰好张探现在操作 《我不是要神》很缺人 他很感兴趣 毛遂自荐 加入了小红马工作室 电影风声已经杀青 张灵和许树飞也空闲了 两人本来还在休假中 但是得知张探写了一份新剧本 便迫不及待地加入到编剧组 四人这是第一次聚在一起 讨论《我不是要神》剧本 在听了张探的介绍后 三人都很兴奋 张探说的没错 如果做得好 这个项目可能会产生极大的社会反响 再乐观一点 说不定能在华夏影视历史中留下名字 谭景儿和三人寒暄了两句 便被张探领到另一边落座 他有点紧张 不知道张老板找他什么事 张探给他倒了一杯热水 自己则倒了一杯咖啡 你晚上不要喝咖啡 会睡不住谭景儿疑惑地看向他 他说我要和他们讨论剧本 是新剧吗 谭景儿好奇地问 嗯 是新剧 见张探没有要进一步解释新剧的意思 谭景儿有点失望 就是小郑郑爸爸的事情改编的 你知道吗 谭景儿心里一跳 笨问点头 又说知道的不多呢 就是他爸爸 哦哦 他爸爸真伟大 对了 明天还要继续麻烦你 哦 啊 谭景儿诧异道 就是翻译的事情 明天还要继续麻烦你 谭景儿呕了一声 旋即弱弱地问道 不是 那个 公司有派翻译来吗 那天那个大哥 那天翻译 姗姗来迟 谭景儿就在现场 张探 他不来了 换成你来 带队第一天谈判就迟到 工作归工作 没做好就应该受到惩罚 所以他被张探踢掉了 其他法务什么的照常来 这是心小光烂于充数 不然法务他都可以踢掉 哦哦 谭景儿弱弱地说我行吗 我不是专业的爱 你当然行啊 怕什么 有我呢 告诉你吧 其实我能听懂英语 只是那家伙让我看住很不爽 我懒得照顾他说英语 啊 这下放心了吧 翻译不到位也没关系 谭景儿弱弱地答应了 其实心里还是很疑惑 张老板干嘛执意要找他做翻译呢 他只是个半吊子而已 自己都对自己没有信心 张老板看起来反而信心满满 其实 那个 我们要心情平静 不要太生气 我感觉他们是故意的 保持 谭景儿开始胡言乱语了 越说越乱 他感觉自己的嘴巴 好像不听使唤 明明心里想的不是这样的 但说出来却乱成套了 张探笑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 你是想说 谈判的时候不要生气 按理说他不是口才这么差的人啊 不然不会负责酒店的重要接待工作 张探说 谢谢你提醒 他们故意激怒我 我就故意生气给他们看 到时候 他们还以为真占了便宜谭景儿 原来单纯的是 他 忽然张探朝门外喊道 谁在那里 谭景儿看去 什么都没看到 但耳边传来小孩子的笑声 不回答我就要来抓了 张探吓唬道 门外传来英语 旋即一个小朋友蹦跋出来 是嘟嘟 嘟嘟啊 正好要找你 过来到张探说 嘟嘟虎头虎脑的也不怕 听到张老板要找他 蹲蹲蹲就跑了过来 找俺干嘛 喜儿 我都看到你了 谭景儿朝空荡荡的门口喊道 旋即嗨啊哑声响起 喜儿出现了 没别的小朋友了 就他俩 张探给了嘟嘟一颗巧克力糖 说道 你锦儿姐姐有点没信心 听说你英语时级 娇娇你锦儿姐姐哈 嘟嘟都猛圈了 不知道张老板在说什么 不过送过来的糖果不能不吃 先吃了再说 能不能帮忙那是天意 天意让他帮他就帮 天意不让他帮他就帮不了 谭景儿无脸 嘟嘟 我帮你包八 喜儿眼巴巴的凑过来 谭景儿盯着他 他连忙说 姐姐我不吃 我就帮嘟嘟包糖衣 好可怜的孩子 张探在办公室找了一圈 没有零食 又到外面工作室里 找了七八种零食进来 都是工作室里的那些女孩子私藏的 想吃什么自己挑 张探把零食都放在茶几上 嘟嘟和喜儿幸福的眼睛里冒泡 小白怎么没来 张探问 嘟嘟激励咕噜回答 不知道在说什么 本来说话就不清楚 加上嘴里含了糖果 英语等级再次提升到了地狱级 还是喜儿回答的 说流流推倒了罗子康的积木 被打了 爆摔 小白在帮他主持公道 找回场子 张探闻言 看了一眼幸福的吃零食的嘟嘟 心说流流真可怜 又被小跟班抛弃了 一有难 他们就各自飞 嘟嘟这个小胖叛兔 图 他是编剧 脑海里已经推演了四五种嘟嘟 是如何狠心地抛弃流流的场景 典型的铜肝不能共苦 第764章 谭景儿心懂了 张探把漫画工作室的女孩子们的零食搜刮了一遍 全部送给了嘟嘟 让他去拿给流流吃 流流今晚肯定很伤心 这个倒霉孩子最近实在倒霉 不是被骗就是被打 惨惨惨 嘟嘟抱住零食 机里咕噜了几句 兴奋地跑了 谭景儿和喜儿决定回家 喜儿中途被张探喊了回去 在出现时 手里拎着一个手提袋 谭景儿问是什么 喜儿 海阿贤大笑说是好吃的 炫耀给他看 你怎么能拿张老板的吃的呢 刚才不是已经吃了吗 吃了人家的还拿人家的 羞羞吗 谭景儿教育道 喜儿抱着手提袋 宝贝似的 说 不是给喜儿的 是给姐姐的 张老板给姐姐的呢 给我的 愣愣愣 谭景儿接过手提袋打量 只见里面有果冻 曲奇 水果干 小熊饮料等等 这是给我吃的 喜儿点点头 很认真的哦 谭景儿无语 你吃吧 姐姐不吃这些 还害啊 那喜儿给姐姐留着 谢谢你 不用谢 喜儿都八岁了 是大孩子了 你怎么变成八岁了 我就还是八岁呀 他今天八岁 明天可能变成一岁 随机 看心情 出了小红马学员 喜儿忽然看住一个方向 停下脚步 说是那个大叔 谭景儿顺住她的目光看去 认出了是他们家 对面那栋楼的中年男人 对方也看到了他们 笑着挥了挥手 走了 刚才她站在院子外 往学院里打量 第二天继续谈判 有了昨晚张探的话 谭景儿这回镇定了不少 她翻错了也没关系嘛 张老板自己也会英语 但是 当她见到这次制片厂 谈判的人后 傻眼了 因为张探根本没来 一问才知道 她今天不来 全权授权给了他们一行人 谭景儿的心情 瞬间有开始七上八下 觉得张老板太不靠谱了吧 这一次谈判 同样没有结果 想想也知道不会有结果 能拍板的人不在 能谈成傻 第三天 张探依然没有出现 对方的人意见很大 要求见张探 谭景儿下班后 悄悄地问张探 说可能要谈崩了 杰米他们似乎打算不谈了 要走了 张探告诉她没事 反正看起来毫不关心 每天把精力 花在新剧本上 谭景儿觉得 张探可能一开始 就不想和对方合作 所以才这样 覆眼拖住 但又不好 直接说不行 最好的办法 就是让对方知难而退 她是这样想的 别人肯定也会这样想 因为第四天 张探依然没有出现 她一大早 就带小白霍喜儿 去逛动物园了 今天太阳出来了 暖洋洋的 逛逛公园 多舒服啊 谭景儿以为 杰米一行人 会拂袖而去 毕竟昨天 他们已经发飙了 若是张探再不出现 他们就回湘江 结果并没有 他们竟然耐心十足 态度好了很多 至少没有拍桌子 第五天 谭景儿觉得 应该是最后一天 谭崩的结果不可避免 却意外地看到 张探出现了 张探笑着和她打招呼 心情看起来很好 你终于出现了 张老司 杰米热情地 要和张探抱抱 张探皱着眉头 苦住脸 看得谭景儿心里暗笑 哈哈 你中文说得很好吗 张探说道 只会一点点了 张老司 我们今天争取 把事情谈完吧 谈好了 我还要回湘江 那边好多事了 才刚来 别这么急着离开嘛 这 几天有到浦江 到处走走看看嘛 哪里有心情吗 工作好忙的啦 那我带你们走走看看啊 我生活在浦江 对这里很了解 当你们的向导 多晚几天 杰米可不敢跟她 去到处走走看看 这一走走看看 不知道要多少天 他们事情没办成 根本没有心情游玩 这回谈得颇位顺利 一个上午 基本谈好了 法务忙上忙下 你合同 审合同 谭景儿坐在张探身边 给她翻译 但今天基本没有用武之地 前几天 杰米全称英语 但是今天老老实实 说起了普通话 虽然听着别扭 但起码听得懂 太好了 张老司 你一来我们就谈好了 你应该早几天 就亲自来的杰米 很高兴 但她明显高兴得太早了 张探临时要加价 二十万 说是给谭小姐支付的翻译费 杰米人都呆了 还有这样的 不是工作人员吗 工作人员还要另外支付费用 而且竟然要她支付 张探解释说 人家谭小姐 有自己的本质工作 可不是翻译 翻译是被她临时请来的 第一天不就说了吗 为了当你们的翻译 谭小姐的工作 肯定会被耽误 再说了 他们本来没有安排翻译的 因为没说要翻译 都是中国人 要什么翻译 是你们临时说 有人不会说中文 要说英语 所以才有了翻译这个需求 不然没这么多事啊 换句话说就是 要不是你们有人要装X 就不会有这笔费用 怪谁呢 现在人工费多贵啊 杰米等人面面相去 气流光笑着说 张老师真会说笑张探 脸色严肃地说 我可不是说笑的 这二十万计算在总的费用里 明细就是翻译费 谭锦儿呆呆愣愣的 想说不用了 但被张探瞪了回去 吓得老老实实地站好 杰米等人自然不肯 距离力争 但是张探根本不跟他们讨价还价 说那要不然明天再说吧 天快黑了 气流光看了眼窗外 阳光明媚 天黑了鬼呢 现在才上午十一点半 张探真走了 谭锦儿和另外几个面面相去 不会吧 不会吧 谭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把事情谭好 他们都以为上午就能收工 大功告成了 结果 他们追出去 却发现不见了张探的身影 谭锦儿悄悄打电话 才在酒店的自助餐厅找到了正在独自吃饭的张探 他哭笑不得 觉得张老板时而像个霸道总裁 时而任性地像个孩子 两方人马急得团团转呢 他却悠哉悠哉地在这里吃饭 心真大 他坐在张探前面 张探问他要不要吃饭 我是工作人员 不能在这里吃饭 要吃就到食堂去 你不住急吗 他都替张探着急了 眼看就要成了 价格也挺好 但是就为了二十万翻一费而闹翻 这不是因小失大吗 放心吧 他们肯定会答应的 否则就是丢了西瓜捡起芝麻 张探断定对方不会不答应 准确说是杰米不会不答应 他要是不答应 这次谈判失利的责任 就全落在他身上 回去齐流光等人就可以说 本来都谈好了 就因为一笔翻译费而谈崩 什么翻译费 还不是杰米装X 非要说什么英语 导致额外产生了这笔费用 杰米陈尔东到时吃不了都助走 谭锦儿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说道 喂 为什么要有翻译费啊 这个有必要吗 我不是说了吗 这是务工费 是 给你的酬劳 虽然你是我请的 但他们支付 我可不支付 这样要算清楚 谭锦儿又感动又好笑 我不要 这是小事小什么事啊 你这几天都失眠了 还小事 谭锦儿争住 他失眠的事张探怎么会知道 玄机想到他家的那个嗨嗨儿 肯定是小朋友通风报信了 那也不用那么多吧 想到二十万 谭锦儿的心都在跟注斗 他一年都赚不到二十万 剩下的是给喜儿的奶粉钱张探说 谭锦儿沉默不语 心中说喜儿早就不喝奶粉了 人家是小姑娘了 不是婴儿宝宝 第七百六十五章 猫猫用英语怎么说 果然 张探猜的没错 不用等到明天 当天下午 杰米就打电话来 签吧 给给给 花了好几天时间 几千万的单子都谈完了 沉默成本这么大 不差这二十万 但杰米有一个要求 这笔费用不能单独列明 喜说是翻译费 必须算在总价里 不然回去他没法交差 这翻译费是因为他产生的 要是电视台得知 还不知道怎么和他算这笔账 杰米现在烦透了张探 这家伙心思深沉 一开始表现得人畜无害 像个处处茅庐的愣头青 现在回过头才发现 不是愣头青 是狐狸精 他从一开始就落入局里 哎 他还要想办法摆平其流光几人 不然他们回去一说 他还是兜不住 和湘江电视台的版权问题 终于谈完 张探第一时间向他大娘汇报 被夸了一顿 说他是大体 讲大局 还说湘江电视台那边 特地打电话过来表示感谢 张探在向浦江电影制片厂汇报 对方同样十分满意 价钱公道 超出预期 他们原以为要半卖半送呢 没想到拿到了一个公道价 果然 他们选择张探去谈是对的 人家背靠政府 有底气强硬 张探同样十分满意 长安十二时辰的电视剧版权里 有他的一部分股权 另外卖出去的改编权 价钱也很好 收获几千万入贷 要过年了 可以给小白添几件小衣裳 参与谈判的人员都很满意 有一笔额外奖励 工作精力平添上了出彩的一笔 据说 浦江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林洪毅很满意 在高层会议室上夸张探 说小张这事办得好 各方面都满意 能力值得肯定 最满意的应该是谭锦儿 他甚至是诚惶诚恐 平白赚了二十万 他不敢要 二十万 是他辛辛苦苦工作 一年都赚不到的钱 却当了几天翻译 就轻轻松松赚到了 钱来得太容易 他不敢收 甚至偶尔会想 张老板是不是对他有什么企图 不是他矫情 是他惶恐不安 张探想尽办法 都没能让他收下这笔翻译费 头疼 晚上 谭锦儿在家发呆 一旁的喜儿 在疯狂的骑奥巴马 一个人沉浸在骑大马的快乐中 像个憨憨儿 谭锦儿看住他 说 喜儿 不要这么疯 出汗了 你就得洗澡了 喜儿嗨啊嗨也笑 说他才不洗澡 他香喷喷的呢 比小香瓜成成都香 谭锦儿凑他跟前闻了闻 闻到一股甜味 板住脸问 你吃糖了 喜儿闻言 瞬间呆坐在 奥巴马身上 眼睛溜溜转 旋即嗨啊嗨也笑 说 对呀 我吃糖了呀 我偷偷吃的呢 嗨啊嗨也 是诚诚给我吃的 谭锦儿恨铁不成钢 吓唬喜儿说 他会变成老奶奶 牙齿掉光 喜儿一点不害怕 说牙齿掉光了 他就变成小鱼 小鱼就没有牙齿 光喝水不吃饭饭 欠姐姐的饭饭都没了 嗨啊嗨也 谭锦儿无语 随着年龄增大 喜儿再不是以前 那个懵懂的傻小孩了 虽然懂得还是不多 但是道理一套套的 他转移话题 说 喜儿 我们来说悄悄话吧 喜儿点点头 谭锦儿问道 你说 张老板对我们好不好 喜儿一边摇晃奥巴马 一边点头说好 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呢 喜儿说 因为我和小白是好朋友 还有别的吗 因为喜儿和园长阿姨 是好朋友 还有呢 因为我和李白白是好朋友 这和张老板对我们好 有什么关系 嗨阿姨 因为张老板很喜欢小白 喜儿和小白是好朋友 他就喜欢喜儿 谭锦儿争了争 突然十分怜惜喜儿 不动声色地说 为什么就不能是张老板 很喜欢喜儿 不是因为你和小白是好朋友 就因为你是喜儿 你这么可爱 哈 喜儿有点迷惑 我说 你这么可爱 张老板会喜欢你的 不是因为小白 只是因为你是喜儿呀 我是 喜儿 嗨阿姨 可爱的喜儿 开心的疯狂的 齐奥巴马 谭锦儿觉得再问 也问不出什么 他这是原木求鱼 他有点不放心 叮嘱喜儿 不要把他刚问的问题 告诉别人 你要保密知道吗 知道 喜儿是保密宝宝 喜儿一口答应 十分干脆 视死保守秘密 谭锦儿刚有点欣慰 对小朋友的态度 比较满意 但旋即想起一件事 严肃地问喜儿 你是不是向张老板 通风报信 说我这几天晚上失眠 什么是失眠 喜儿没听懂 就是睡不住觉 为防止喜娃娃不承认 谭锦儿吓唬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老实交代哦 他多虑了 嗨阿姨 我说的呀 我告诉张老板的呀 姐姐 张老板问了我呢 是他问我的 因为张老板问了他 所以他就全盘脱出了 张老板要是不问他 他就不会说了 肯定帮姐姐保密 所以不能怪他 谭锦儿无语 捏了捏他的脸 让他以后 不准什么话都对别人讲 要学会保密 傻乎乎的你 喜儿嗨阿姨笑 我傻伏伏的 你也知道呀 我知道呀 我傻伏伏的 嗨阿姨啊 哎 张老板说 要请我当他工作室的 英语兼职翻译呢 你说我要不要当 当喜儿肯定地说 真的当呀 当呀 你知道什么是英语翻译吗 嗨阿姨啊 不知道呀 那你一口一个当 当呀 傻乎乎 嗨阿姨啊 我傻伏伏 姐姐我的英语可厉害了 她倒是知道英语是什么 平时跟在谭锦儿身边 耳濡目染 顺带偷失了一点 说两句来听听 就这 嘟嘟最厉害 喜儿第二厉害 不是这个英语 是What is your name 是嗨阿姨啊 谭锦儿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问 香蕉怎么说 不拿拿 苹果 阿婆 梨帕尔 猫猫 喵 问 猫猫怎么说 米药 狗狗呢 万万 洗脸洗脚 睡觉了 睡觉是呼噜噜 不是问你睡觉 怎么用英语说 是说我们要 洗脸洗脚睡觉了 我去给你打热水 洗儿文言 立即跳下奥巴马 他搭搭往厨房跑去 一边跑一边嚷嚷 姐姐辛苦了 洗儿给姐姐打热水 第766章英语风潮 十二 张探想尽办法 劝说谭锦儿收下这二十万 说这钱 香江电视台已经给了 给了不要 那不是浪费吗 那这笔钱谁收呢 谭锦儿不知道谁收 反正他是不收 张探盛情邀请他 就任小红马学员英语 监制翻译 他推脱不掉 就当了 张探立即说 这二十万是前期酬劳 什么工作活没干 就收二十万的 谭锦儿不收 坚决不收 他最多是按项目 收点劳务费 张探苦恼 抓到洗儿 把银行卡给了他 洗儿这不知道这是什么 只觉得有点意思 听话地藏在兜兜里 还啊也跑去玩 向小伙伴炫耀张老板 给了他一个小宝贝 转头就被刘刘抢劫了 刘刘也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他就是喜欢 就是想要 宝贝啊 谁不喜欢 虽然他没看出这是什么宝贝 但张老板亲口说了 这就是宝贝 他对洗儿说 要急去晚几天 洗儿抢不过他 跟在身后 还阿贝尔 指望坏坏的小石流 能够良心发现 主动还给他 张探这怎么能忍 捉住刘刘 收了回来 为此付出了一包牛肉粒 他不敢再给洗儿了 这个小姑娘 那么弱小 又那么善良 几乎没有脾气 谁都可以欺负两下 且他不生气 这回抢劫 他的是刘刘 谁知道 还有没有刘刘 甜甜呢 要是真弄丢了 把这些娃子 卖了都不够 这可是二十万 不是玩具 张探不敢大意 还是另外想办法 给谭景儿吧 本来 他是想给谭景儿 赚点生活费 好让他们能回家 过个宽裕的春节 他听说了 谭家小姐妹 要回老家过节 他不知道 他们的家庭情况 从没听他们说过 他也不是会主动 询问人家隐私的人 如果他们愿意主动说 他愿意当个 合格的听众 但他猜想 小谭家肯定不富裕 不知道家里 还有什么人 他只知道 喜儿的爸爸 妈妈都去世了 他和谭景儿 相依为命 喜儿最近对英语 热情高涨 逢人不说普通话 吉利咕噜说英语 没谁能听懂 配上指手画脚 像只小猴子 哦 有个人能听懂 赵成都大小姐 都是英语界人士 没理由听不懂 张探有回 见到他俩面对面 吉利咕噜一通 一个指手 一个跳脚 一个说英语 一个说冒牌英语 聊得还很嗨 哈哈大笑 反正张探这个旁听的人 一句没听懂 但是俩小朋友 似乎听懂了 最后肩搭肩 哥俩好 朝目瞪口呆的他 哼了一声 走了 晚上 张探坐在窗前的书桌上 继续修改完善 我不是要神的剧本 透过窗户玻璃 看到院子里的灯光下 郑有名背住小郑正来了 郑有名和潘湘怡 如今和好如初 两人原本只是闹别扭 床头炒床尾和 隔阂不深 没到闹离婚的那一步 如今经历了官司风波 彼此放下成见 相互理解 相互做了些改变 潘湘怡的工作是客服 在一家剧本杀公司工作 晚上八点半下班 之前和郑有名闹翻后 他搬出去住 晚上没法照顾小郑正 就把他送到了小红马学园 如今他和小郑正 已经搬回了自己家 和郑有名住在一起 郑有名的保健品店 改为了正规的药店 他坐店里 有时间照顾小郑正 晚上完全可以 不用再送小郑正来小红马 但是小郑正 依然没完准时出现 郑有名自己在这里 待一会儿再走 到了晚上九点到九点半之间 便会过来接人 张探没说什么 他们愿意送 小郑正来就送吧 他总不能不让人家入院 可能其中有感谢张探的意思 想要以这种方式保持联系 但同时 小郑正在小红马玩得很开心 人开朗和胆大了一些 除了总是跟在喜儿身后 张探有好几次看到 在太阳还没完全下山的时候 他被流流带着在院子里转悠 捡地上的桑叶子当宝贝 张探最后审了一遍 我不是要审的剧本 合上电脑 来到客厅 小白窝在沙发上抱住布娃娃 在看平板电脑 电视开着 里面在播放风车车和假老链 但是这部小白的最爱 今晚却受到了冷落 小白的注意力不在电视机上 而是在生前的平板电脑上 电脑里传出小孩子说英语的声音 最近小红马学院里 刮起了一阵说英语风潮 尤其是只想玩不想干活 闺蜜团特地热衷痴迷 彼此见面不说人话 改说英语 他们之间能不能听懂张探不知道 但是黄仪和小满老师 他们肯定是听不懂的 问小朋友话 他们鸡里咕噜 一本正经胡说 小满老师他们脾气好 忍忍就过去了 黄仪脾气不大好 发飙 训得刘刘和嘟嘟立马改口 乖乖地说普通话 这么认真啊 张探坐在小白身边 侧头打亮他的平板电脑 是两只小动物在鸡里咕噜说英语 小白看得津津有味 小白抬头看了他一眼 继续投入到鸡里咕噜中 暗戳戳地笑 霍霍霍 张探没有打扰他 坐在一旁拿着手机看 但其实在想事情 他有不兴趣的消息 已经泄露了一些 消息灵通和亲近的人 知道了不少 有的毛遂自荐 有的请客吃饭喝茶 这部剧他打算由工作室出资 再拉一个或者两个投资方进入 一起拍摄 一般而言 只要张探愿意 他对自己的项目的主演们 有很大的发言权 所以他确实在思考 有什么人适合出演 我不是要神中的角色 他首先想到的是主角程勇 张愣言挺适合 张愣言到目前才出演两部剧 但是张探和他合作过 觉得他演技很好 戏路很宽 很适合饰演成勇 他目前就想到了张愣言 其他角色还在考虑中 哦对了 成勇的女儿也有人了 眼前的自学英语的小白同学 就很适合 小家伙同样戏路很宽 不能不宽啊 张老板在前面开着挖掘机 遥控压路机 给他拓宽了 住啥子 小白的声音忽然响起 打断张探的思考 他回过神来 啊 你住傻子看住我笑吗 我方方的小白警惕道 张老板忽然直愣愣地看住他傻笑 把他吓一跳 差点给他一脑阔子 呵呵 没事没事 我在想事情呢 你英语学得怎么样 这么喜欢的话 我们请英语老师怎么样 小白得意地说 欧客塞一股穿位渣子 的 中式英语 中式英语已经让人很难理解了 再加上窗位 普通人谁能听懂 张探不是普通人 好啊 我们家小白这么爱学习 那我去找英语老师给你上课 要不就请锦儿姐姐吧 问问他有没有时间 给他开个好价钱 他平时要上班 现在好像还是晚班 那就只能白天上课 上午他是休息的 就不知道他能不能空出时间 张探牢牢叨叨 自顾自地开始为小白的学习操心 第七百六十七章 屎包包的裤兜兜 房间里响起 不鼓鸟咕咕咕咕咕的叫声 八点唠到 小白看了看挂在墙壁上的时钟 放下平板电脑 跑去阳台 不要去外面 好冷张探叮嘱到 但是小白没听 开了阳台的门 趴在栏杆前往外看 只见一号楼的教室里 小米正站在窗户前 朝他这边挥手 澄澄也出现了 站在小米身边 好奇地往这边看 小米再指给他看 小白蹦蹦跳跳 朝他们挥手 然后转身跑进了家里 嚷嚷道 冷残我牢 快过来 这里坐下 别跑到外面去 多冷啊 张探说道 我要去玩牢 拜拜 张老板小朋友匆匆跑到了玄关 换了鞋子 出门去找小伙伴们完了 张探来到阳台上 目送小朋友 哒哒哒从大楼里跑了出去 飞快地穿过院子 跑进了教室里和小闺蜜们嘻嘻哈哈 外面好冷 可能零下几度了 晚上会结冰 张探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 随手放在沙发上的手机在响 是张愣言 电话里 张愣言说他有活动刚好停留在浦江 问张探现在有没有时间 他好来拜访 张探本想约在西长安街上的咖啡厅 但是旋即一响 张愣言不是外人 他们关系很好 便让他直接到家里来 他在工作室的办公室里接待他 他现在住在二号楼的三楼 一楼和二楼则是漫画工作室和影视工作室使用 虽然只有两层 但是每层的面积很大 足够使用 还有富裕 张探在二楼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 顾摸着时间差不多了 张探下楼 来到港庭 和老李喝茶聊天 等待张愣言到来 没一会儿人就到了 和经纪人两人大包小包提了好多东西 张愣言是第一次来到小红马 还以为走错了 或者张探发错了定位 没想到真是这里 旁边灯火通明的教室里 传来小孩子们的笑声和说话声 隐隐绰绰 张探见他好奇 主动介绍说 这里是一所深夜学员 简单给他做了解释 把人领进二号楼 进了办公室 张愣言站在二楼走廊里 盯着小红马影视工作室的牌匾看 若有所思 办公室里空调开了一阵子 进去好暖和 三人脱掉大衣 张探招呼坐下 给他们俩泡了茶 张愣言近期在越州活动 要回北平时 有事中途停留在浦江 只有这一晚的时间 便来看望张探 他对张探时怀感恩之心 虽然工作忙 但是逢年过节 都会电话或者短信问候 如果来这边活动 必约他吃饭喝茶 正好我有事想找你 你看看张探把晚上改好 刚打印出来的 我不是要神剧本 递给张愣言看 张愣言眼睛一亮 迫不及待递接过去看 新剧本嘛 一旁他的经纪人眼里火热 晚上刚改好的 还没立项 你拿回去 飞机上再看张愣言点头 郑重收好 他经纪人笑道 恐怕他晚上就会忍不住偷偷看 搞不好看的通宵 张探笑着接话道 我刚在想 你很适合这部剧里的男主 对了 你年后有活动安排吗 张愣言按那主心中的激动说 没有 有他也会排开 张探说 那你先看看剧本 之后我们再详聊 三人闲聊了一个多小时 时候不早了 张愣言告辞离开 离开前忽然说了一句 他的经济合约要到期了 送走了他俩 张探转身去了教室 里面唧唧喳喳的 小朋友们精力是真的旺盛啊 只想完不想干活闺蜜团 正在集体讨伐丁小海 因为丁小海惹哭了学院里的一个小女孩 罗子康 你要好好想想 你这个小坏蛋 你欺负小朋友 你不是人压你 刘刘不仅讨伐丁小海 而且私自把讨伐范范围扩大 罗子康 保密地被他盯上了 罗子康 丁小海坐在凳子上 低着头 垂头丧气 颇未沮丧 不知道是被小闺蜜团们 讨伐的心理罪恶感泛滥了 还是对即将面临 园长阿姨的教育而心生恐惧 小海 丁小海快喊丁小海过来 远处传来园长阿姨的喊声 刘刘幸灾乐祸地凑近丁小海 哈哈笑道 6666 园长阿姨在叫你呢 小丁丁 哈哈你完蛋了呀 园长阿姨会骂你的 他还会揪你的大耳朵 哈哈你快去压丁小海 本来就心里怕怕的 被刘刘这么一说 更加发慌 狠狠地瞪了一眼他 丁小海在学园里 是哥哥级的人物 但毕竟是小孩子 天生对老师有敬畏之心 他垂头丧气地走了 刘刘立即怂恿罗子康 也去园长阿姨那里 接受再教育 走开 胖刘刘 我没干坏事 我干嘛要去 罗子康白了刘刘一眼 挥手让他滚蛋 他没心情搭理这个惹势精 刘刘立即对小白说 小白小白你看罗子康 他让我们走开呢 这里是教室呀 是我们的呢 我们为什么要走开呀 我不走开 我就不走开 哼 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 凑过来 一本正经的附和刘刘的话 蹦蹦跳跳 大声嚷嚷不走开 我们不走开 我们是勇敢的小朋友 和大坏蛋打一架吧 玄机他被罗子康 眼神不善地盯住 感受到了被支配的恐惧 吓得一溜烟跑了 跑之前还不忘给刘刘打气 刘刘小姐姐 你不要走开 你不要怕 罗子康 我会帮你的 明明自己开溜了 还在放大话 刘刘自从他一出现 就眼睛放光 盯着他的裤兜兜 旁扶恶虎 准备扑石 但没想到这娃子来得快 溜得也快 嚷嚷了几句 助理的小拳 就跑了 他都还没来得及扑上去呢 刘刘喊道 屎包包你快回来呀 你个瓜娃子 你怎么就跑了 胆小鬼 你辣条带了吗 带了吗 妈 嘟嘟也追上 来喊 不要走呀 屎包包 屎包包没听他们的话 一溜烟跑没赢了 刘刘和嘟嘟追去找 没找到 不知道藏哪里了 再找一遍 一寸一寸 离地三尺 愣是没找到 可能顿的了吧 明明来了学员啊 刚刚都看到了呢 两人用英语交流 激励咕噜 旁人休想听明白 但翻译过来大意如下 他压得屎包包跑了 他是不是鬼呀 屎包包不是人 怕怕的 他是不是拉屎去了 那他压得玩不起呀 他的辣条呢 音音音 辣条 交出来 哼 胖嘟嘟你去看看屎包包 是不是拉巴巴去了 二号 小元老师阻止了 他们进入男孩子的卫生间 于是两人守在外头 守住带兔 小元老师不放心 也守在一旁 防止他们流窜进去 使包包这娃子 逆潮流而上 临近春节 许多小朋友都退云了 而他却来了 这娃子嘴巴甜 会说话 见谁都喊姐姐哥哥 长得可爱 讨喜 还很会来世 第二天就给流流嘟嘟上供了一包辣条 这包辣条差点要了流流和嘟嘟的小命 辣条太好吃了吧 两只小馋猫躲在角落里偷偷吃完了 吃得嘴巴红艳艳的 不断倒稀凉气 爽得要死 想哭又想笑 时就跟张探第一次吃棒棒鸡一样一样的 他们没吃过这种零食 平时家长根本不会给他们吃这个 一吃才发现 零食的海洋如此广阔 不仅有牛肉干 牛肉粒 小熊饮料 还有辣条这种神奇零食 他们只是这片大海里的两条小鱼宝宝 看到的世界才哪个难啊 对嘟嘟来说 神奇的地方不再井井有流流的枕头地 现在多了一个屎包包的裤兜兜 在那神奇的地方 有一种神奇的零食 叫辣条 他要抓住屎包包 搜刮他的裤兜兜 让他浇出辣条 让他浇出辣条